大家好,我是羊托 这期我们接着讲冰河世纪的欧洲片 比起更新式的亚洲 大陆另一端的欧洲 那真可谓是雪花飘飘 北风萧萧 天地一片苍茫 冰期高峰时 几乎整个北欧和大部分普列颠岛 都被数百数千米厚的冰川覆盖 即便是在中欧的阿尔贝斯山脉的峰谷间 也存在大量的山岳冰川 而如今森林茂密的西欧东欧平原 在当时却是开阔的甘农草原 这片草原养活了野马和野牛 还有蒙马像皮毛西这样典型的冰淇物种 和一众食肉动物 组成了类似今天非洲吸收草原那样的动物群 这片广袤的草原 也从欧洲直通中亚、东北亚 甚至一直延伸到北美的阿拉斯加 相反的 作为如今欧洲标志性景观的森林 却退缩到阿尔贝斯山以南的地中海沿岸地区 由于更新式来回变化的气候 加上因海水面降低而形成的路桥 几乎各大洲都存在频繁的物流交流 早更新式的欧洲 也不乏一些来自非洲的南方来客 这其中就包括 河马 嘿嘿 你喜欢河马吗 整个环地中海地区 甚至不列颠倒 都发现过河马的化石 既有比今天河马更大的古河马和巨河马 也有比诸如大不了多少的岛屿型河马 可惜 这些河马大多没有挺过中更新式 仅有岛屿化的小型河马 延续到了全形式 相比因自身条件受限的河马 长鼻木的各种大象 才是托飞入欧的成功典范 作为著名的兵器古巷 整个蒙马家族 有着极广的分布范围 一些种类更是横跨 欧亚北美三大洲 从较早的南方蒙马 到后面出现的草原蒙马和真蒙马 他们在欧洲可谓兴盛一时 同样是长鼻木的古龄齿像 在整个旧大国也是遍地开花 在非洲有瑞士古龄齿像 南亚有那个著名的 卫星纳马古龄齿像 而欧洲地区的代表 是古岗古龄齿像 它是目前已知最大的长鼻木 重约10到15吨 有着相对长而笔直的象牙 故有直齿像这样一个俗称 古龄齿像鼠虽然种类多样 但它们普遍都有一个 发达的龙俄结构 能为颈尖肌肉提供额外的附折点 以支持巨大的头部 在欧洲南方蒙马灭绝之后 古岗古龄齿像 一度与体型难分不中的草原蒙马共存 甚至到后期 直接取代个蒙马在欧洲的生态位 它们之间的冲突 不仅在这些具象之间 也同样发生在导乙化的小型物种之间 这就是不但要比谁更大 还要比谁更小 怎么听起来怪怪的 要说欧洲最著名的兵器物种 那还得是三洞 不是你想的那三个洞啊 这是洞士三兄弟 洞熊 洞狮 和洞巴猎狗的简称 它们是更新是欧洲的顶级布施者 先来看大洞 洞熊是一种已经灭绝的 史前大型巡科动物 生存于中晚更新式的 欧洲和亚洲北部地区 可能一直存活到了 公元前2.7万年 洞熊得名于这种熊 喜欢在洞穴中冬眠的喜意性 在大大小小的欧洲山洞中 曾经发现了数量惊人的洞熊骨骼 海量的化石 使得我们对它的了解 远比那些支离破碎的史前巡类多 早在18世纪 欧洲的古商学家们 就详细地描述过 这种粗壮笨重的大熊 在商用分类学上 洞熊和宗熊 北极熊 同属于熊鼠 但它属于德宁格尔熊这一只 关系不算太近 长得比较敦式 简单说就是 胖敦 早年间曾被卫星道 能和北美的短面熊 南北的西齿巨熊 这样的熊中巨无霸比肩 但其实洞熊 只是和大亚洲宗熊 北极熊一个级别 熊性洞熊 通常重350至600千个 极大个体可达一吨 但雌性洞熊的体型要小得多 通常只有225至250千个 这种雌性洋菜的差异 曾经导致一些早期的古生学家 凑把雌性洞熊当成另外一个物流 前不久就和洞熊一样 在洞土中也发现了 保存完整的洞熊尸体 而对其牙齿磨损痕迹 及骨骼内稳定同位素的分析显示 洞熊并非是像胶熊 或北美短面熊那样的危险猎兽 相反 主要观点认为 洞熊应该是高度直视性的 他们的食物上肉类的稀少程度 几乎和现代眼睛熊相当 虽然洞熊体型庞大 但在激烈竞争的晚更新式欧洲 他们所面临的威胁却一点不少 毕竟谁都知道 而洞里面既舒服又暖和 其死敌包括洞狮 洞巴猎狗 以及能够使用武器和火把的尼安德特人 许多洞窟中一流下来的残骸显示 曾经有不少洞熊 在冬季的睡梦之中 稀里糊涂的就闻来了这些敌人的食物 再来看二洞 洞狮是狮类动物的杰出代表 与有棕毛的现代式不同的是 洞狮与化石狮和北美的女狮一样 属于无宗狮类 无宗狮类究竟是独类的暴树种 还是狮的亚种 是一个有争议性的问题 因此在不同的书籍和卫文上 它的学名是不同的 DNA分析正是和他们确实 与现代式是最近的亲戚 所有的狮类在距今270万年前 都有一个共同祖先 狮子可以说是有史以来 分布最广的一种大型石头动物 在碗更新式的巅峰时期 它们的足迹遍布世界 除热带雨林以外的各个角落 是除人类以外罕见的世界性霸主 更新式晚期 动狮雄居欧洲 北亚和阿卡斯加的大圈地区 而现代式的祖先 统治非洲和西南亚 北美式则占据美国 甚至南北部分地区 狮子家族几乎把五大洲都刮粉了 能创造如此成绝的物种 除了狮子 也只有遍布五大洲的巨尺虎了 动狮是非常强大的沫河动物 这一点毫无争议 它的体型和骨骼的粗壮程度 都明显超过今天我们能见到的非洲石 动狮平均水平 就达到现代狮虎的最大级别 这意味着雄性动狮 平均就有300千克左右 最大可超过400千克 关于动狮毛发的复原 得益于原始人类的岩画 这些在法国德国山洞中 保存至今的史前艺术品 向我们展示了动狮 与今天的狮子与众不同的特征 毕竟是无纵狮子一种 那自然是个光头 没有松毛 而且身体上是有斑点的 另外可能还有和猎豹同款的猎斑 作用可能类似于滑雪的时候 佩戴的墨镜 防止被冰雪反射的阳光射上眼睛 这些与现代非洲狮子种种差异都表明 动狮很大概率是 没有大确几何复杂的社会行为的 是以小家庭模式过火的 无论是习性还是身体结构 应该更接近于如今的虎 虽然在非洲的不少地区 狮子是持平甚至碾压般猎狗 可是双前难敌四手 独居的动狮尽管体型庞大 但也难以招架数量众多的动斑猎狗群 在他们形成的地方 动狮一般选择他们不爱吃的驯鹿 来避免一定的竞争 三动就是动斑猎狗 它是斑猎狗的史前亚种 体重可达100千个 比斑猎狗大不少 四肢比例有差异 前高后低没有斑猎狗明显 现在人们一听到斑猎狗 毛毛马上就会联想到炎热的非洲西数草原 实际上斑猎狗的足迹 一度遍布整个欧亚大陆 欧亚大陆也是猎狗科的起源演化中心 上新事实 也曾短暂入侵北美与浅科动物叫板 动斑猎狗 很好的适量更新是欧洲的寒冷气候 从西班牙到西伯利亚一带都有分布 就和斑猎狗一样 警察会把猎狗的尸体再回洞穴中享用 在洞穴中积累了厚厚的尸骨层 从尸骨层中骨骼的肿类和数量上开 动斑猎狗的主要猎狗是野蛮 几乎占了其食物来源的一半 但在更新是墨 由于某种不可考证的原因 分布于欧亚的斑猎狗亚种 纷纷走向面具 其中气候变化是一个主因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就是强力的竞争者 同为穷居掠视者 狼的血格组成更加灵活 而且狼的实性更广泛 还能做某个物种的舔狗 随后 斑猎狗的欧亚大陆生态位 逐渐被狼所取代 可惜了一个在欧亚大陆赤煞风铃的家伙 最后飘零异象 如今欧洲繁蜜的森林 最常见的就是林间月宗的鹿 欧洲古代的贵族 一直有列鹿的传统 鹿不但是食物 其角也是重要的装饰品 当第一批人类抵达欧洲时 有一种鹿的鹿角 深深的震撼了它们 这便是有着宽度近4米 重约45千克巨角的大角鹿 一般我们常说的大角鹿 特指大角鹿属下的巨大角鹿 因为在爱尔兰的森林沼泽中 发现了上百具保存完好的骨骼 故也被称为爱尔兰大角鹿 大角鹿属有好几种分布广泛 不光是在欧洲和西班牙 在非洲北部 中国及日本 都发现过它们的化石 鹿角的外形千差万别 不是每种都往头上挨一堆大角 也不是体型都大 不过造型都普遍奇葩 比如上期提到的种骨鹿 还有像萨维尼大角鹿 这造型直接扣死个人刀切肉的雷刀牙 大角鹿也和以前提到的孔羊一样 是许多奇幻作品钟爱的事先生物 电影《霍比特人 武军之战》中 精力王瑟莞蒂尔齐的 变成一头大角鹿 和大部分鹿科一样 角是雄性的奇偶利器 一代代的雄鹿都通过或炫耀 或真刀真枪的角来得到磁性 所以更大的角就代表着更大的成果率 大角的基因也就被保留和延续了下来 不过与牛殼那种终生生长 永不更换的动角不同 鹿角的角是每年更换的 而且出于球偶的需要 即便是大角鹿这样的巨角 也仅需半点就可掌上 千辛万苦省下来的盖质 就这样被糟蹋瓦了 这对巨角 尽管让雄性大角鹿更容易获得磁性的切盖 但无疑是走向了一角高消耗 高实量的演化死胡同 大角鹿大约灭绝于七千多年线 堪称冰河时代最后消失的北方巨手 当时寒潮已经退去 大片的森林又回来了 可惜对大角鹿这样特化的草原型的大角鹿来说 是无福消瘦的 它们就这样死在了一片春意盎然中 其实欧洲最早出现的暴数成员是欧美洲狮 但它并非本地物种 大约在上新式至更新式之间 由南方的非洲进入欧洲 根据分子生学的证据 欧美洲狮是非洲大猫中最早分化出改的一只 不但在欧洲兴盛发达 其中一只还沿着欧亚大股继续向东扩散 经过白铃河墙进入美洲大股 进入美洲的它们 为了更好的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 体型开始变小 四肢也相由变短 实性当然也要发生改变 演化成了如今的美洲豹 看过之前视频的小伙伴应该知道 当时的卑美可谓是群雄并起 几大肉食贵重 瓜分势力范围 各种友谊体类没有以前容易吃到 于是只能尝试一些旁门左道的礼物 比如凯门饿 龟 鲲鱼 这些中小型人还叠假的 就靠吃这些其他大猫不屑一顾的动物 南北的美洲豹 成功地度过了更新什么默契的大灭绝 而体型更大的北美亚洲 奥古斯塔美洲豹 却与剑池虎 美洲女士等大熊猫科动物一统灭绝了 曾经的三流掠视者 迅速占了个顶级掠视者的位置 之后更是重新北上 美洲豹的演化扩张史 几乎就是被尸类一路追逐的历史 就和锯池虎一样 其在旧大国的尸类范围不断被蚕食 从非洲到南北 跨过山河大海 一路颠沛流离 终于在南北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冰川时代的欧国八 同样是冰天雪地 与其他大洲不同的是 尼安德特人带着长毛与火种 走出非洲 傲然建立 与洞中三节 为存亡而死斗不断 无论是谁 每当热血洒尽之际 绽放的红花 很快就会褪色消散 无从差距 一种他转瞬即逝的荏染光影 可惜 神矛不能带来永恒 莫及的烈火也会熄灭 强大的尼安德特人 竟成醉仙退场 昙花一仙的过客 而对于其他胜利来说 这只是启示录的前奏罢了 韩西指 黄昏志 更加可怕的志人 与东去春来的天时巨变 一同结束了一切 谈指一挥剑 匆匆数万年 彼时这里层冰河交错 雪鹤纵横 如今人们却只能从 轮廓破碎的地貌上 想象当年奥丁韩西的神威 与至今 依然意义生辉的壁画中 那些不甘平衡的勇士 和猛兽四方厮杀的传奇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幕内容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点个赞 想了解更多其他古生物相关的视频 一定要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杨多 下期见 拜拜 请不吝点减